在中國經濟市區疲弱的大幕下 一場現實版的政治驚悚劇正在緩緩上演 那些華爾街的金融大鱷 曾在中國資本市場上橫行霸道 操控紛紜 然而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 他們撤了 並公然唱衰中國經濟 到底是冷硬的經濟數據 逼迫他們這麼做 還是有更深層的考量在背後操縱著這一切呢? 中國政府以其強大的市場控制力而著名 現在卻似乎無法挽救市場 他們真的是力不從心了嗎? 還是在這看似危機的局面中 他們有著更大的策略和計畫呢? 在這個複雜的舞臺上 每個角色都在不斷地換著面具 上演著一出錯綜複雜的遊戲 每個決定 每個動作 都有可能改變著遊戲的走向 影響到無數平凡人的未來 摩根大通近期發布了一份令人震驚的報告 大幅下調了對碧桂園服務和碧桂園地產的評級和目標價 目標價分別大幅下挫65%和50%以上 最後這兩支股票也是狂跌了18%和10% 這顯然是對碧桂園進行暢空的節奏 在華爾街的金融殿堂內 每一篇報告都是基於繁複的數據分析 專業的行業洞察和深度的戰略思考而構建的 因此 一旦華爾街選擇發聲 其影響力將在金融圈內產生深遠影響 華爾街近期對中國房地產巨頭碧桂園的暢空立場 反映出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悲觀情緒 並表明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利益已經在減少 因此他們可以無顧忌地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進行質疑 這樣的行動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首要的是 它可能讓其他負債高企的房地產公司 如遠洋和綠地等的高層感到焦慮 這些人可能會擔憂自己的公司 也會面臨評級下調的風險 因此 他們可能會快速採取類似於碧桂園高層的策略 拋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以進行套現 這種行為可能會引發這些公司股價的下跌 隨著股價的下滑 華爾街的大型投資銀行可能會進一步下調 這些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評級和目標價格 這將進一步引發股價暴跌 在這個過程中 散戶投資者可能會成為主要的接盤匣 然而 散戶投資者可能會發現很難找到新的接盤匣 因此 這些公司的股價可能會繼續下跌 甚至可能面臨退市的風險 如果這些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和二線國企紛紛倒下 最後只剩下央企 那麼中國的股市將承受巨大壓力 可能面臨嚴重打擊 大量的資金可能會從股市逃離 因此 華爾街的這一舉動可以說是一個信號 表明全球資本開始看空中國房地產市場 在這個嚴峻的大背景下 公眾基金投資的虧損新聞接連傳出 2023年的第二季度 公眾基金投資就遭受了高達3445億人民幣的虧損 全年的虧損額可能毫無困難地衝破萬億大關 這樣巨大的財富縮水無疑對中國大眾的消費能力造成了嚴重衝擊 這也為中國政府面臨的經濟問題增添了更重的負擔 然而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 眼下的問題已經不僅僅在於中共是否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更糟糕的是 共產黨似乎已經選擇了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一現狀 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複雜多變 據上海一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的最新報告 全國50個重點城市的房地產成交面積 在7月1日至20日相比6月份下降了33% 並且房地產開發面積也下降了超過30% 預示著房地產市場進入了停滯狀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習近平並未給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僅強調積極擴大國內需求 對房地產市場的提及是適時調整優化政策 它並未像平時那樣使用熱血的語言 如撸起袖子加油幹或刺刀劍紅 此次使用的官方數據暗示它可能對房地產市場持保守態度 隨著國際舞台上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包括普京退出2024年總統選舉 以及烏克蘭戰爭的結束 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其面臨的挑戰都可能發生重大調整 美國作為世界的超級大國 將有可能將更多的關注力及資源投向中國 這無疑會對中國的國內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 這個關鍵的轉折點 為中國的國內外政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國內除了經濟儲問題之外 社會穩定和公眾信任等軟性也時有發生 最近的河北天然氣爆炸毀掉一條街的事件 有分析認為普通民眾並不可能輕易引發如此重大的災難 很大可能是中共內部的反對習近平的派系策劃的 因此 習近平格外看重對內部的維穩 目前21個城市正在建設和平與戰時兩兄的應急設備 說要準備打仗 但實際上更是要對內維穩 與此同時 在國際舞台上 中國的形象也在遭受挑戰 最近的成都大運會開幕式上 當日本隊和韓國隊的隊員們走入場地時 現場突然一片寂靜 彷彿被冷風吹過 更為震撼的是 在中華台北隊出場的瞬間 統一祖國的口號震動了會場 這種場面讓人不禁產生疑問 中國是否也在藉此機會 通過特殊的方式向世界傳遞其對外關係的立場和態度 然而 這樣的表現並沒有得到中國的高層領導的讚賞 相反 習近平對這個情況顯得非常不滿 他覺得這可能會被世界解讀為中國的一種不雅行為 因此 他要求徹查此事 據瞭解 進入大運會開幕式現場的觀眾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 他們必須是黨員 且三代人無任何違法行為 沒有失信記錄 才有資格獲得開幕式的入場票 而且 拿到票後 他們都會接受統一的培訓 這就包括對日本和韓國隊伍的冷暴力 以及對台北代表隊統一口號 同時 媒體監管也在加強 進一步控制信息的傳播 這一點可以從近期對媒體高層的打擊看出 《光明日報》的董事長董玉宇 澎湃新聞社的董事長陳芬 他們都被抓 這無疑是對媒體控制的一種警告和加強 緊接著 政府針對喉豆發布了一系列新的防控措施 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令人擔憂的是 這些措施似乎有針對性地強調了對某些特定人群的防控 比如經常公開上訪抗疫的公民 政府對這些人的病情監測和檢測遠超其他人群 這引發了一種擔憂 政府是否正在利用疾病防控的名義 對這部分人群的自由進行限制 新的防控措施對集會自由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一個地方發現疫情後 該地將被封閉 任何參加過集會的人都需要進行21天的隔離 這樣的政策 無疑對公眾參與集會產生了巨大的威懾 最引人關注的是 這些新的防控措施 並未在明顯的疫情背景下發布 而是在中國經濟面臨挑戰的時期 因此 有觀察家認為 中共政府可能正在利用疾病防控作為幌子 轉移公眾對中國經濟困境的關注 並藉此得以更為有效的控制社會 然而 這只是近期政策調整的一部分 反映出政府對社會控制的強化 新進實施的北京反恐法案對於北京的住宿 由地服務以及無人機使用 實施了更嚴格的實民制度 對於違規使用無人機的行為 政府將進行嚴厲的處置 包括沒收甚至破壞無人機 這一做法雖被官方形容為無害化處理 但其實它極大的侵犯了公眾的權利 尤其是當領導的決定可以基於他們的個人喜好或情緒 如果領導看中了你的無人機 他們可能選擇將其沒收 反之 如果你的行為讓他們不悅 你的無人機可能就會被直接摧毀 同時 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引領的大城市城中村改革計劃 增加了公眾對局生活空間被壓縮的焦慮 長期以來 城中村作為低成本服務和非正規活動的孕育之地 例如公章複製和身份證交易 隨著城中村的全面整頓 這些非正規活動的空間將受到限制 急於非正規服務業者租賃物業的房東 可能會面臨收入下滑的壓力 因此 對於許多人來說 城中村的改造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過去那種僅靠微薄收入 就能維持生計的日子將逐漸消失 然而 更大的驚悚 還在於中國火箭軍近期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這已經引發了中共內部的爭鬥 對習近平帶來了空前的挑戰 中國火箭軍負責導彈的發射 但近期在關鍵的芯片技術上遭遇阻礙 芯片是導彈導航系統的心臟部分 沒有先進的芯片 中國的導彈實力可能大幅削弱 更令人憂慮的是 火箭軍可能通過非法途徑 獲取國外的芯片技術 這可能引發國家機密洩漏的風險 這個問題是如何被揭示的呢 今年4月 美國的FBI逮捕了一名21歲的美國網絡工程師 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了大量美國的機密文件 包括美國的經濟文件 以及關於東風27洲際導彈的試射分析報告 從而讓中國政府注意到了信息泄露的問題 儘管軍用芯片尺寸較大 理論上 中國如果使用自家的光刻機 應該可以自行製造 但是 現在荷蘭已經停止了光刻機的出口 日本也停止提供原材料 因此 中國無法自產滿足導彈需求的芯片 只能通過各種民間公司向西方購買 但是 購買芯片需要提供詳細的參數 這就給了中國火箭軍的機密文件泄露的機會 最後的發現更加震驚 東風27洲際導彈所使用的全部芯片 都是美國製造的 這意味著中國的洲際導彈一旦升空 美國就能立即發現其位置 輕鬆進行攔截 因此 這些導彈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戰鬥力 這個技術問題迫使習近平改變軍事策略 轉而尋求與鄰近的國家 如朝鮮和俄羅斯 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從更全球性的軍事對抗 針對美國和台灣 轉向更注重周邊的地緣政治 以重與朝鮮和俄羅斯的聯盟 看到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華爾街的分析師們已經開始對中國的經濟前景表示悲觀 首先 芯片技術的短板使中國在關鍵軍事領域變得脆弱 這無疑引發了對中國未來的安全擔憂 其次 習近平的新策略 即從全球性的軍事對抗 轉向與周邊國家 如朝鮮和俄羅斯的聯盟 也讓人們開始懷疑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未來 再者 國內的政策改革 例如對公眾生活空間的擠壓 以及藉疫情防控措施轉移公眾對經濟困境的關注 都可能會導致社會不穩定 進一步拖累經濟發展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 讓華爾街開始暢衰中國 預測中國經濟未來可能會陷入更大的困境 因此 我們可以理解為 為什麼華爾街要暢衰中國 因為中國經濟本質上已經不堪重負 與俄羅斯和朝鮮結盟是大勢所趨 這樣一來 經濟發展就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 人們生活在供給制的社會中 每個人能分到什麼 就取決於能供應的資源 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一直強調糧食的重要性 強調和俄羅斯結盟 因為糧食和能源是生存的基礎 所有的這些政策 都展示出了習近平的戰略 閉關鎖國 與美國斷絕聯繫 面對這樣一部現實版的政治驚悚片 未來對中國的普通人民來說 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 而是法會寫的 一定是永遠的